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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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来带领我们 我们是你生的 今天你要顾念你自己所生的儿女 今天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赐给我们 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加的清除你的救恩 因为今天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 因为今天你将你从天上来的生命的粮食赐给我们 将从你那里来的活水赐给我们 因为你的肉就是生命的粮 你的血就是我们的活水 今天你要将你的肉赐给我们 将你的水赐给我们 是我们今天吃喝主你所给我们预备的晚餐 今天你必能够在我们中间施行你自己的作为 把我们带到主你丰盛的草地上 在那里就得到丰盛的生命 就求你按时分粮给你自己的教诲 没有人在这里讲什么 但是你自己在这里亲自向你的百姓说话 因为借着你自己的口来向你的百姓传达从天上来的奥秘 求你保守我们 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大人手中 按照你的旨意按时分粮给你的教诲 叫你的众儿你的心灵可以开启 能以明白救恩的奥秘 因为这救恩在上古时代是隐藏的 今天却将你的百姓显明了 因为你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晓 至于别人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今天我们是属于你的 主今天你必照着你的应许 成就在你每一个儿女身上 使我们每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儿女 都能坚定不移地释手你的真道 使道主耶稣记住你来的日子 求你亲自来保守今天的聚会 呼吸魔鬼的搅扰和拦阻 呼吸魔鬼的攻击 叫你纵而你都能在你的真道上站立得稳 站立得住 使我们今天借着你的道不住地 使我们这心窍得以开启 求道主你亮光的光照 照亮我们的心灵 使每个弟兄姊们的心灵都得以开启 能以明白救恩的奥秘 能以明白永古隐藏不然的奥秘 请你将你的奥秘向我们显明 请你将你的真道向我们打开 请你亲自将你永古隐藏不然的奥秘向你的百姓揭开 使你们的亮光能够显明出来 感谢赞美四辈的阿爸父神 听我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感谢主的恩典 继续来交通如鹰展翅圣 这个又是如鹰搅动朝锅 朝是什么 朝啊 鸟朝是不是 其实就是鸟锅 如鹰搅动朝锅 神为什么把以色列带出旷野 他明明在埃及可以适合什么 凭什么把他带出来呢 神把他带出的目的是什么 在旷野中间经历耶和华的堪固保守 是不是 这段经文说 耶和华践踏在旷野 是不是 耶和华遇见他的旷野 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以色列人经历了旷野 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所以四十二战其中有一战 就是吼叫之地 野兽的地方 不是人待的地方 是不是啊 旷野不是人住的地方 但以色列就被带到旷野中 有安逸的埃及地 带到了不安逸的旷野中 为什么呢 我们这位神今天 不是叫他的百姓 今天信了耶稣基督 就在安逸的环境下活着 不是这样的 他愿意把我们都带到旷野中间 在旷野中间 在无人居住的地方 在野兽吼叫的地方 来经历他的同在 我们今天天天喊着伊玛内利 是不是经常喊 喊不喊 什么叫伊玛内利 神与人同在 喊着伊玛内利 上帝说好 你喊我是伊玛内利 在什么时候才能显成这个伊玛内利呢 在什么环境下 是安逸的环境下 是不安逸的环境下 不安逸的环境下 所以呢 今天我们 我昨天讲 被造的活在安逸里头 他也得堕落 被生的活在马槽里 活在旷野中间 活在漂流无定的埃及地 他也照样能得胜 亚当失败了 被造的是不是 耶稣基督得胜了 被生的是不是 耶稣是被生的 因此得胜了 亚当是被造的 因此失败了 神今天要把他的百姓 带到不安逸的旷野中间 因为真耶稣说的 愚昧人被盗逼杀己神 愚完人安逸 就活在平安稳妥的环境下 避害己命 一个被造的肉体 不能在安逸的环境下 在安逸的环境下 就等于被造 被造这个肉体 所以上帝呢 经常就像鹰一样来搅动窝畜 那鹰呢 他把这个鹰仔的 喂到一定程度了 他不让这个鹰仔在那个草窝里头 经常那么呆着 如果经常呆着就坏了 到时间了 他一天二遍是来搅动那个窝畜 搅动那个巢穴 是不是 潮窝 用嘴进去割漏他 为什么要搅动他呢 不让他们在那巢穴里再爬着 为什么不让爬着呢 因为他再爬就坏了 他的翅膀就没办法飞了 这么一搅他就 一搅 是不是 他在窝里待不住了 老鹰在里头用嘴巴这么一搅 他就得 我还吃吧 是不是 他就得抓那个 那个那个巢 巢穴的边 两个板就故意把他往下搅 就从窝里头 鹰一般的 那个巢穴穴在什么地方呢 穴穴 斗壳在斜下上 他就 野兽从上边够不着 从下面也够不着 他就在这个窝巢里头 是不是 就在这个巢窝里头 就在这里头 养一群 小鹰厨 天天给他抓食味 喂到一定程度了 就不能叫他总在那个窝里头待着 是不是啊 总在窝里待着 他不能飞了 他必须就 翅膀的坚硬啊 翅膀坚硬了 才能够 飞翔 才能够跟老鹰一样出去觅食啊 是不是啊 所以因此呢 老鹰是按照每一天按照变数的 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就按照变数干什么呢 搅动 去就用嘴巴进脚 不让你们在窝里头待着 所以一脚他就从这个悬崖边上了 就出到窝边上 那小鹰抓在窝边 那是绑的 那绑就 就删 是不是啊 绑一删动了 抓不住了 是不是啊 抓不住窝边上 往下掉 从上 崖上往下掉 从这个山崖上往下掉 这是个山崖啊 就这么抖 就是从这上面掉下来 一掉的时候呢 他两个膀就在那 就抖动 抖动了这个 这个膀就坚硬了 快要掉地下的时候 老鹰从上 刹下来 就接在两翼之间 就把它拖起来 再拖到上半 拖到上半 完了之后呢 再搅动 再搅动 他又掉下 掉下 完了之后 快要掉地下 他又接住了 天天那么练他 在操练什么 操练他的翅膀 这个翅膀 经过操练 操练之后的 这个翅膀 就筋骨就 坚硬了 坚硬了 是不是 一连着 羽毛就开始 封满了 羽毛一封满了 就开始能飞了 再搅动下去了 他也不用搅了 就自己 自动就往下飞 是不是 平时你都得搅动飞 这基督徒他必须的 上帝必须的搅动你 不让你在那个潮窝里头 待着安逸 如果你在这里头 经常在这潮窝里头 安逸的环境下 待下去了 你属灵的生命 一定不会丰满的 你属灵这个生命 一定不会丰满的 为什么基督徒 今天神叫基督徒 不活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下 就活在特殊的环境下 犹太人上帝 把他从埃及地带出来 带到旷野 干什么呢 这个旷野地方 不是人呆的地方 是野兽呆的地方 对不对 野兽吼叫的地方 危险 各式各样狮子群 是不是 各式各样 财狼虎豹的 什么都有的 神就把以色列 带到这样的旷野中间 目的是什么呢 来经历 尼玛内力 我们今天 学的在圣经里 光学到尼玛内力 这叫什么呢 真实 当我们在旷野中间 经历尼玛内力 这叫什么呢 所以圣经啊 他不是叫我们光学了 奥秘就奥秘在这个地方 他学完了 他还叫你经历 每一句话语 在圣经的话语 他都叫你经历 经历出来之后了 你真正靠上了 这叫真的以马内力 当在经历中间的时候 不靠主了 这不叫以马内力 对不对 所以他叫你经历 每一句话语 他都叫他属于他自己的儿女 经历 你不是光念这段经文了 我知道 我懂了 是不是啊 甚至有的人说 我们现在不需要听这道了 我们都懂的 都明白了 好 你都明白了吗 神就叫诸葛的经历 经历完了你就知道 你到底学的这个道 扎不扎实 经过在旷野中间 一实践 就会显明出来了 是不是啊 就会把你从前所学的知识 在见识中间显明出来 对不对 咱们从前学 学什么呢 学护士都打针 在书本上学的 但为什么要实习呢 实习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叫你经历一下 见识一下 你从前学的是书本知识 实习学的是实践 在实践中间来操练你 这个手法 你怎么打针 打得快 打得好 打得准 是不是啊 病人没有痛苦 你必须在实践 怎么挂那滴流 挂点滴 挂的好 打得好 肌肉针和 静脉血管 怎么打得 特别特别精准 而不苦包 是不是啊 真必须在实践中间 才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 应用出来 不然的话 你光学完了 就是知识了 你学到这个知识呢 就是 一个外在皮毛的 知道这一点了 是不是啊 很多人就学的外在一点皮毛力 没有精力 当他没有精力的 叫那经练过的人 接触平安的果子 就是什么 经练过的人 什么叫经练 经历考验 试炼的过程中间 来教你能够 更加清楚明白 这道更加的深入到 你的生命中 你所能的生命像两个 你的信心 如同两个翅膀一样 能够把你的生命 带到空中去 是不是啊 那两个翅膀呢 把鹰那个身体 带到空中去 但这两个翅膀 如果不 丰满行不行 没有力量行不行 不行 那不行的 他带得上去的 所以老鹰为什么要 搅动那个 潮窝 叫除鹰不能在那里正常的 生活 就如同今天 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带出旷野 带出埃及 进入旷野 不能叫什么正常的在埃及地 正常放牧生活呢 他们在旷野中间 在经历中间发怨言 他为什么会发怨言呢 就是不明白 说这百姓啊 心里迷糊 心不晓得我的作为 是不是不晓得 在基督徒 他不能在安逸的环境下 一旦在安逸的环境下 他就把神忘了 是不是把神忘了 他就忘掉神了 有很多人听这个道 听了一段时间 还没能经历 他以为明白了 就放弃了听到 就不来听到 一头扎机世界中间 就没有听到的时间了 一头扎机世界 开始抓上世界了 最后呢 自然把他倒丢了 最后看谁讲的都对了 前面是王一浩讲的 这个很对 特别对 最后看谁讲的都对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基督徒呢 一定会有这样的基督徒 他一头扎机世界里头 扎机世界干什么的 抓世界 有没有精力再去听到的 把这道具丢了 是不是丢了 所以上帝不让人 在安逸的环境下 就这个缘故 一旦你在安逸的环境下 那么今天呢 你就会忘记他 一旦你的钱多了 你在安逸环境下 住的好房屋 是不是有很多的钱 用不了的钱 你就享受在哪里了 享受在肉体里的安逸 你就不必要神了 他为什么这样 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搅动 像鹰一样 如同鹰一样 搅动 朝锅 不让那些鹰处在那里头 安逸的活下去 安逸的待下去 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都一处一处 他把以色列带到旷野中间 就是要操练他们的信息 在旷野中间才能操练信息 在特殊的环境下 才能操练你的信息 是不是 不信你可以看到电视里头 每一次演特种兵的时候 他们说是一种操练 这种操练是什么操练的 魔鬼式的操练 他在他出现这种操练完了之后呢 他经过了操练 带到矿野到山上去的 没有吃的地方 老鼠你也吃 蛇你也吃 什么你都吃 有肉就吃 生的也吃 就没有火种的地方 你不能点火 就得吃生的 什么你都得吃 在这种环境下 才能出现真正的特种兵 各式各样的环境 都在操练你 那么今天上帝把我们带出去 主要是操练我们的信心 在抗业中间 才能显明你的信心 在安逸的环境下 显不出这种信心 平时在安逸的环境下 喊 我信我信 这样的人多的是 实际遇见环境的时候 马上就退去 问题全出在环境中间 是不是 很多的问题全部出现在 有环境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没有环境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啊 很多的人就在环境中间 就下去了 不用打就下去了 不用脚就从山崖之中掉下去了 他为什么掉下去呢 因为没有信心 是不是 惧怕 没有信心 所以因此掉下去了 这就是上帝为什么 把以色列人 如同老鹰一样 把小鹰抓到旷野 是不是 抓到旷野干什么就 来操练他的信心 经历 你这知识 若不经过见识来经历一下 你这信心是不稳固的 直到见识完 在旷野中间见识完了 你这信心 终于雨衣丰满了 才能够飞翔 这时候呢 老鹰回到处里头 老鹰回到朝锅里头 老鹰开始退毛了 小鹰开始长毛 老鹰开始在这里头 享受小鹰出去给他觅食 这叫反补是不是 咱们中国叫他反补 老鹰回到反老反同了 回到这个朝锅里头 目的是什么 就是叫小鹰出去朝链密食 抓到死人回来喂老鹰 喂来什么程度 直到老鹰毛长出来为止 老鹰能飞翔为止 等老鹰这个毛长出来 能飞翔的时候 小鹰的翅膀也坚硬了 密食了 爪子也好使了 嘴那个会也好使了 什么都好使了 现在跟老鹰一样 所以四个鹰同时出去 密食去了 这时候小鹰就能单独出去到另外一个牙上 开始安家落户了 对不对 你看 上帝操练我们的信心 就如同鹰 操练他的小厨一样 所以他把他从埃及地带出来 不让他在埃及地 埃及地蓝塞那个地方好不好 舒格那地方好不好 尼罗河三角洲是不是 他们就在蓝塞那个地方 尼罗河三角洲 那个地方是埃及地最好的地方 有肥美的操场 他们是放牧的 正时刻以色列三天就要放牧 但上帝为什么要把他从那里带出来 接着法老王对他们的逼迫 对他们的残害 叫他们做砖 叫他们做奴仆 叫了法老王的逼迫 是犹太人从埃及地出来 这都是在乎神 法老王今天逼迫以色列民也在乎神 因为若没有法老王的逼迫 以色列人就不肯出埃及 若没有法老王的逼迫 那么以色列这个心就在埃及了 今天若没有魔鬼的 这一切兴起的环境 我们的心就都在这个世界中 神借着魔鬼 兴起各样的环境 所以使我们的心 渐渐地向神的家居了 同时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 天天搅动过 每一天都操练 百般的试炼 就会试炼你的信心 只要有信心就有一切 没有信心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 在信上立张评 神今天就要在信上立张评 一切都因信心 他用大能 你用信心 神有 是不是 有条件 他用大能给你成就你羡慕的良善 但你今天必须用信心 他才能用大能成就你们所羡慕的良善 这就是为什么 神不让他的百姓活在安逸的环境下 就要操练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不被操练起来 你就很容易被抽屉打败 因为以色列这一生 就是征战的一生 这老鹰一生 就是密实的一生 是不是 就是征战的一生 就是追逐猎物的一生 那么以色列一生就是征战的一生 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征战的一生 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输血气的 你告诉我基督徒是不是征战的一生 如果不是征战的一生 他就不能告诉你 你们要成为基督的精兵 无论怎么做 他就叫你成为精兵 他不会叫你成为一个 勒子兵 是不是 勒等兵 下等兵 他要叫你成为上等兵 成为基督的精兵 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 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它是大有能力的 我们这个对手有能力 是不是 比如说今天他们打拳 你从来里都不练拳 你上去肯定两下就被人就KO了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两下就被KO了 因为你整个这个身体没经过操练 所以两下被KO了 没能两下的你就趴在地上起回来了 就被人对方给KO了 我知道对方是什么样一个拳手 是不是 多少公斤的拳手 他出拳的速度有多少 他打拳的 是不是 这个重量有多重 是不是 并且我了解他打拳 我今天我就要操练 我必须超过他 我才能把他打倒 是不是 我若不超过他 我没办法把他打倒 那么今天上去操练你 就因为你有对手 等着你呢 等你一露头 帮给你一拳 因为你那个对手 魔鬼 如同好叫的似的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 他找着了你 他就会 一口就把你吞了 但我为了不让他吞 我必须得 穿上全裤的军装 来抵挡仇敌 抵挡魔鬼的轨迹 是不是 那么今天呢 上帝 就把你放在 魔鬼的堆里头 放在魔鬼的窝里头 要叫你今天呢 要跟魔鬼进行中战 这个对手是强悍的对手 你必须比他有能力 才能打破他 耶稣说 你要想夺壮士家里的家具 是不是 必须把那壮士捆绑起来 才能夺他的家具 是不是 如果不捆绑那壮士 你就夺不了他的家具 我们今天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所以我们神的国 不独在乎言语 来在乎全能 你必须得到这个能力 才能把他打败 你没有能力 没办法打败 如果这个 雏鹰如果就在这草 在这个巢穴里头 能不能战败那些猎物 你要想战败猎物 你必须得有能力 你翅膀坚硬 你要爪着 在草穴上抓 这是一种练 草练 那翅膀抖动 这是一种练 是不是 那嘴 是一种练 最后呢 练成 脖子有力量 翅膀有力量 爪子也有力量 才能出去抓 那么今天上帝就是 在旷野中间 特殊的管理下来练我们 把我们练成一个 基督的精兵 练的是哪儿 操练肉体 衣橱还少 不要挣钱 操练信心 是不是 只要有信心了 就可以战败魔鬼 那信心得达到什么程度呢 能够打败魔鬼 这样的能力 是不是 那信心达到这个程度 那信心像参存一样 用一个练塞骨 就可以杀了多少非力士人啊 一千非力士人 是不是 用一个练塞骨 神要有这样的能力给你 它练塞骨本不是一个兵器 但主要的杀人不是在乎这个练塞骨 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我们今天也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才能战败众筹第一 如今展示上头 他下来的时候是掉下来的 脚洞活出 他上去的时候是背上去的 最后呢 告诉你不用背 你自己往上上 你什么程度 不用背了呢 你的翅膀鱼翼丰满的 你的翅膀有力量的 你才能直接的飞上去呀 自己背 像鹰一样展翅上头 哒哒就上去 是不是啊 今天我们也是 什么时候不用背了 你的信心达到什么程度了 不用背了就上去 这信心就像翅膀一样 不用背就上去了 才能胜过所有的仇敌 那鹰在旷野中捉狼 鹰在空中 狼在地上 是不是啊 你告诉我 哪一个力量大 狼的力量大 鹰 谁的力量大 鹰 鹰 鹰 和那么大的一个车 哪个力量大 弹头 弹头 就是说车力量大 那弹头可以穿过那个车 那车那个铁能把里面的人打死 力量大不大 这鹰从天上 狼在地上 你说它俩哪个力量大 按照个数那个鹰没有那个狼大 它按照捉狼那个技术 那狼不是它的对手 它为什么呢 因为狼看到天上来一个东西 它不知道是什么 就捉它 一手抓嘴 一手抓鹅的 它那个如果那个 爪子如果没有能力 能不能抓住 一样把狼嘴给握住了 这手就抓鹅的 是那个地方被握住了 是不是啊 喘不上来气了 有多大能力有什么用啊 就得束手就行 是不是啊 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你看鹰如何来捉狼 你认为狼能打过鹰 我认为鹰能打过狼 因为它在空中 是不是啊 因为它在地面上 所以它就把它打败了 今天上帝就要叫你像鹰一样 在天上 在地上 你在地上 你不是任何的对手 你操练不是操练别的 一是爪子 一会 还有什么 翅膀 你操练是操练 这鹰就操练这三样 一个是爪子 一个是会 一个是什么 翅膀 那么我们今天操练什么 信心 你跟那仇敌魔鬼进行征战 你要想想 它有多大能力 你今天能不能打过它 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基督的精兵 还是个特勒兵 是不是啊 还是个劣等兵 能不能打过仇敌 对方到底有多大能力 就像上拳 上拳场上 上在拳台上打拳似的 说泰森 霍利菲尔德 是不是啊 还是小路易琼斯 哪个 我这个级别是哪个级别的 我能打败哪个 你就选哪一个等级的 是不是啊 你都不自不量力 是不是啊 你自己这个力量都不足 你说我打太神 还没能上台 还没有刚站稳的 就像光光两拳打倒 原因是因为你的力量不足 你打钱的技术也不足 是不是啊 就被对方把你打倒 今天上帝呢 要叫每个基督徒 在神面前都有能力 用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出莫大的能力 是不是啊 操练你就是要叫你展示上 要叫你的翅膀抛使 操练你就是要你面对仇敌的时候 你不畏惧 因为你有信心 你就不畏惧 你没有信心 你看见仇敌来了 比你更凶猛 更凶悍 你不用打 就吓就吓到 有没有下破胆的 有没有 有那胆量就没有了 到实现中间就下破胆的 神今天呢 就叫你有胆量 是不是啊 神还叫你有能力 光是能力没有胆量 也没有用 是不是啊 像格利亚一样 那么高的大个儿 三米零一户口 三米二户口 那么今天如果 以色列人上去征战了 一被他那个大个儿一看 就吓破胆了 所以都猫起来 不敢伤 大卫的胆量是神给的 是不是啊 因为他是平时 就在矿井中间 靠着耶和华的能力 来跟狮子俩搏动 神今天就是把他 放在矿井中间 放羊 接着放羊 跟野兽俩搏动 跟狮子俩搏动 他在狮子面前 有没有能力 这能力从哪来的 耶和华来的 是不是啊 狮子 在野兽中间 是百兽之王 是不是啊 被大卫撕裂了 你选择大卫有没有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耶和华的力量 就是信心中间所产生出莫大的能力 所以今天上帝操练你的信心 就是要产生出莫大的能力 神这个宝贝放在你瓦器里 你必须把它发挥出能力 对不对 就像那个子弹里面那个钥匙的 加上头 最后呢 加上萤火帽 放在那枪里头 拍他一打的萤火帽 这个钥就发挥能力 把那子弹头推出去 就可以打死人 就可以打死任何的东西 这得发挥能力 我们现在里面装备装进腰 心里装备装进去神的主的道 主的道是不是能力 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记不代的能力 那么这个能力在什么时候发挥 是在安逸的环境下发挥 是在不安逸的旷野中间发挥 旷野是野兽之地 我现在跟野兽人争斗 是不是这样 要发挥出过那个能力 残孙 撕裂那个狮子 发挥了能力 神把能力放在里面 就是要 要叫你发挥出来 不是把能力放在里面 就叫你埋藏 就埋藏起来 他把道放在每个弟友者心里 都得发挥出来 是不是这样 炸药炸了就发挥出来 炸了才发挥 不炸的时候 他就是 就这么一堆 像烂土一样 他什么也没有能力 对不对 炸了之后呢 他就发挥能力了 今天上帝要叫我们每个人 都把里面那个道 发挥出的能力 装进你心里的 不是就在你心里的 我就得到生命了 得到生命了 但是上帝还要把这个生命 这个能力还要彰显出来 还要发挥出来 在仇敌面前发挥出来 用这个道 去向你那个强大的仇敌进行攻击 这才发挥你的能力 对不对 如果我装到装地里面了 发挥不出来 没有用的 就像什么 有许多人听了道理说 说不出来 别人一问 仗狗皆舌的 就会问住了 原因是因为 这道在那里面 没经过 在旷野中间的操练 所以这道发挥不出来 是不是发挥不出来 平时一遇见环境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 王帝兄怎么办 他问王帝兄怎么办 就遇见环境的时候 才发挥这个道 是不是 那么你这个眼睛 要发挥它的看的作用 鼻子发挥它的闻和吸气的作用 嘴要发挥说话和示范的作用 耳朵要发挥什么 听的作用 每个肢体都得发挥出它的功用 手今天作活写字 是不是 发挥它的能力 脚呢 形容发挥它的能力 每个肢体在你身上 都得发挥出来它的能力 发挥不出来是因为 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你没有经过被角动 一角动你就不干 你就埋呀 神呐 你为什么这样角动我 我都信你的人角动我 神说就因为你信我 我才角动你 神呐 你为什么给我许多的环境 神说就因为我爱你 所以给你环境 是不是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胖 因为这胖子从哪来的 从神来的 患难出来的 总根源就在患难中间 把他们带的框也就是捐终进入患难中间 在患难中间 他们才求靠捕鸣 在野兽之地 他们才 伊玛内利 真正的经历伊玛内利 这句话 不然的话 你光喊着伊玛内利 只是走嘴 没走心 这伊玛内利有嘴入心 怎么样才能有嘴入心 就是把你带到特殊的环境 在旷野中间 经过了野兽之地 经过狮子吼叫的地方 叫你伊玛内利 是不是 参孙那个头发是不是能力 是 是能力 参孙跟非得世人打仗的时候 是不是 有没有能力 参孙把门上 承门上的 拆了拆了扛在肩上 扛在山上去了 是不是能力 这能力通常来的 从哪来的 这个能力 非得世人就问 你这能力从哪来的 是不是 抽屉也知道 你这能力从哪来的 所以上帝 这个给他这个头发 代表荣耀 我今天 我得救了 这时候我有生命了 我还要得荣耀 得荣耀就像参孙的头发一样 那就是荣耀 神的荣耀就是你的能力 你有这个荣耀 就是你的能力 在跟仇敌打仗的时候 就一定把他战败 是不是 什么扛门扇的 什么在里面 那店里头 那个庙里头 那住的 他一楼就倒 一碰就倒 万物在有信心的人面前 一碰就倒 大三呢在索罗巴国面前 都要以为什么 平力 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信心 以三的信心 叫死人复活的信心 长大麻风 得一致的信心 现在就是瞎眼 得看见的信心 有这样的能力 这信心要 实行在人群中间 这个道 这个能力在里面积存 积存到一定程度 积存到一定的能量 要发挥出他的能量 听没听懂 你为什么要听道 因为道就是能力 你没有道了 你就没有能力 为什么要叫你操卖信心 这信心就是 接受道的 就关键的途径 神要把道放在 所有的弟兄姊妹的心中 要把他放在你里面 要把他发挥出来 你现在就积存到 道就是能力 对不对 就像我们今天吃饭 吃饭就是你的力量 你不吃饭你就没有力量 是不是 我天天三人长哥 两人半哪来的力量 但你有了饭 吃饭了吃饱了 有没有力量 有力量 但上帝今天给你一个道 就像你属灵的饭一样 你吃道了 你就有能力了 是不是 神要把这能力 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间 发挥 有狮子 有豺狼虎豹的地方 跟他打 是不是跟他打呀 不是逃跑 不是准备逃跑 犀牛拥有力量 野牛有没有力量 水牛有没有力量 有力量 但他没有什么 他没有什么呢 他没有胆量 一见到狮子 他就跑 他这一跑就坏了 这一跑就成为野兽 攻击的对象了 现在上帝不让你跑 遇见仇敌 强大仇敌 就转过身来 跟他打 基督徒今天就是战士 就是上帝在地上兴起的战士 面对一切属灵的臭皮 都不在我们的法下 一定把他打败 好不好 你要想把他打败 所以上帝把你放在各样环境中间 就是为了操练你里边的 用外面操练里边的 听不听明白 外面的什么 周围的环境 都是为你里面这个信心服务的 是不是 外面所有的环境都是为你里面服务的 用里面去生活外面 里面小 外面大 是不是 用人眼睛看 环境大 里面信心小 风浪大 里面新潮这个 小 小 要用里面的小的 去生活外面大 行不行 原来神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所以以色列没明白 我们没明白 明白 明白 以色列不晓得神的作为 为什么我们在埃伊 埃伊的那个埃及地 活得好好吃 大神大蒜围着肉国转 吃魂香 吃芹菜 你为什么把我从那里带出来呢 是不是埋怨了 埋怨证明他 明没明白 没明白 他不知道 没经历到这个伊玛内利 神今天就要伊玛内利 好不好 伊玛内利的 就是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在哪显明出来 旷野中 上海去看 来 遇到野兽的时候 只要神与你同在 遇到狮子的时候 大卫把狮撕裂了 神与你同在 撕裂了狮子 证明能力在他身上显明了 有能力证明什么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好不好 这里面这生命它就长 就像那个什么呢 就像那个芝麻八节 一节一节高 高到一定程度 一个节上长一个芝麻 一个节上长一个芝麻 一直长到上面 长到一定程度了 最后呢 节节上都有种子 今天上帝也是这样 就把我们放在 特殊的环境下 教我里面的生命 长长长长长长 长大了 长大了再来仇敌了 你都藐视他 就像参数藐视那个师父一样 你向我发吼吗 参数有没有怕 没有 你向我吼叫吗 他向他扑来了 你向我扑来了吗 一般的人看到狮子来就跑了 是不是 但是你有胆量了 狮子来能不能跑 不能跑 神就给你这样的能力吧 狮子给撕裂了 狮子万万没有想到 死在人的手里头 刀都没有 枪也没有 却用手就把狮子给撕裂了 就撕开了 狮子要表魔鬼 参数预表基督 基督来是不是伤害了魔鬼 败回那张死权 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了 参数真的把狮子给撕裂了 但那代表着主耶稣基督把魔鬼败歪了 那能力从哪来的 从神哪里来的 是不是啊 今天上帝就要发挥这能力 这翅膀就是能力 这翅膀就是飞翔的能力 是不是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翅膀就完了 所以主就不住就在操练你 就叫你有信心 就叫你的信心基督试验 就操练你的信心 因为一切 以信心做成的功夫 先看贴撒罗尼加后书第一章 找到吗 贴撒罗尼加后书的第一章 第十一节 操练了咱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经文 一 二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 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招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好 感谢主的恩典 你喜不喜欢良善 圣灵注进你心里 他要发挥能力 他要在你身上成就 你们所羡慕的一切良善 是不是啊 他要用圣灵这个大能 在你身上成就 你所羡慕的良善 他要用大能脱掉你这个 最顽固的这个老我 是不是啊 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一切都在信心上 是不是啊 一切都在信心上立章成 他用大能 他讲好了你必须用信心 我才用大能 你有信心我才用大能 这个大能在有信心的人身上发挥 没有信心的他不发挥 在信的人凡事就都能了 他的大能不在没有信心的人身上发挥 只有在信心 这是不是上帝的应许 那这信心关不关键 因为信心是最关键 这信心不是我的 这信心是谁的呢 我们看西部来书 第十二章第二节 找到吗 好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这信心谁创造出来的 耶稣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又成中的 这信心是从始到终的 都是耶稣基督创造出来的 耶稣给你的 他怎么给你 他把你放到这个地方 搅动 你的信心就涨了 他把你放在环境中间 放在高眼牙上 像鹰一样的 不住地在 把你放在矿野中间 放在各样环境中间 来搅动你这个 不让你在安逸环境下 你在安逸环境下 你又没有信心了 你正失去信心 所以他把你放在这个地方 他答应他说 我用大能成就你们所羡慕的良善 羡慕羡慕良善 我们羡慕良善不羡慕良善 羡慕良善 那这良善呢 神用什么成就的 用大能 用大能啊 神用大能成就什么 成就你所羡慕的良善 但他有条件 他一切 就是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一切信心两个一切 一切就是所有的都用大能成就 是不是 你所有羡慕的良善都得用神的大能来成就 但所有的成就的良善 都得靠平信心 神才使用大能成就 听没听懂 这句话 神用大能你用什么 信心 信心 是不是 这是这里边是讲羡慕的良善 是不是 一切 所羡慕的良善 你羡慕羡慕 羡慕 羡慕什么 良善 良善 羡慕良善你必须一切 在信上建立 一切信心做的 他所有的都用大能成就 但所有的你必须在信上建立 他在同意 给你用大能成就一切 所向的良善 好不好 因为他招我们就是为了 信各样的善事 这各样的善事 昨天我讲到 什么 哪个范畴之内属于各样的善事 耶稣在 殿里头了 对法利塞人说 他中间有一个枯干的手 一只手枯干 耶稣就把他叫他站在中间 问法利塞人说 今天是安息日 行善行恶难好 什么叫行善 耶稣说 行善做恶哪个好 耶稣把讲的行善 就是把这个枯干一只手给他复原了 这叫行善 医生能不能做到 地上的所有的人 能不能有一个人能做到 把你枯干的手 这都枯干的 没有血了 没有 是不是 里边都没有肉 光是皮包骨了 叫枯干的 是不是 干了 干了就是干尸 那个尸体干了 这是不是能力 这能力要在你身上显得出来 这叫行善 对不对 这瞎眼的 生来就瞎眼的 看见 是不是需要能力 旷野那些枯骨 金连一金 五连一骨 最后成为极大 耶稣化极大的军队 这是不是需要能力 这样的能力是借着 以西节去发预言 最后呢 旷野中间的枯骨复苏了 是不是 成为耶稣化极大军队 这能力 叫什么 行善 行善 跟世间这个做点好事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什么叫行善 一听到行善这俩字 马上就想到世界上做好人好事 但我告诉弟兄姊妹 圣经所说的行善 跟世界上善绝对不一样 它不是叫你世界上学一学 谁做好事的 学一学这样的 那叫效法世界 你们不要效法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 而怎样 听没听懂 耶稣所有行的善 不是把它上带给救起点 上带救起点 耶稣是行善者 他不是上带救起点 说他救起点 不是这么效法世界的行善 耶稣所有做得行善的事 是世人做不到的 听没听明白 他叫生来瞎眼的人看见 是不是行善 他叫看了三十八年那个摊子 起来拿着鱼子走了 是不是行善 他叫楼上坠下了一个房上坠下一个摊子 拿着鱼子回家 是不是行善 是不是 他叫枯干的一只手复原了 是不是行善 他叫长大麻风的一只了 是不是行善 所以我们把这个行善看成是什么 就是世上的做好事 但上帝所说的行善 跟世上做好事一点也不一样 相反他说 不要效法世界 不要模仿 不要效法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 里面更新就行 那就是行善 里面更新而变化了 那就叫行善 是不是 里面都没更新 也没有变化 你就说你行善 你那善是哪个善 世界的善 还是主的善 耶稣做这些事情 你羡慕羡慕 羡慕 羡慕 他用大能成就你们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 信心做成的功夫 和地上做成的功夫 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善 跟世界上做好事好事给他挂个上 不信你看所有的宗教 你问他什么叫行善 他保证跟地上的事挂着 他保证不像我今天讲的 什么叫真正的行善 对不对 什么叫真正的行善 耶稣行了许多的善 受热 亚流的女儿死了 耶稣去了 就再活过来 他说他不是睡了 他乃是 他不是死的 乃是睡着了 明明死了 这些不信的人说 就呲笑耶稣 他明明死了 他说他睡了 耶稣经常这么说话 那他就死了 他说我的朋友睡了 门徒都不理解 他明明死了 你却说他睡了 耶稣说这个睡的是指 还能叫醒 就是指他死说的 这个死能叫醒的死 是不是 基督徒他死了 不叫死了 叫睡了 论到睡了的人 我不愿意行 我不知道 是不是 在上帝眼里 他是睡的 睡了证明还能醒过来 对不对 那么要不是睡了 要是真死了 就灭亡了 所以耶稣这样的能力 你羡慕羡慕呢 羡慕 他要把这能力成就在你身上 所以把你放在特殊环境下 你千万不要以为 他把你放在特殊环境下 是对 跟我有意见 看我眼睛有 有严实 有眼分 是不是 神不会这样做的 神也不是苦待他自己的百姓 神要在你身上成就 你们所羡慕的良善 你说主啊 把这良善也成就在我身上 我也要像耶稣一样 有能力 有能力传道好不好 没有能力传道好不好 我连能力都没有 我就传道好不好 你是传不到头的 因为你没有能力 所以传出去的 也不会到头的 神国不都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民 我们今天就征战的兵器 就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说没说 这能力重不重要 能力重要 既然能力是重要的 神今天就要叫这个能力 发挥在你身上 你把宝贝放在瓦奇里 不显示出来能力行不行 这都埋藏了他的宝贝 是不是 埋藏了他的宝贝 没发挥出来 他要把它发出来 是不是 要把它发挥出能力 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 都埋藏了宝贝 这宝贝在每个弟兄姊妹 心里都得发挥出来 你让能力在你心里发挥出来 你就得奖赏得荣耀 你就得冠冕 你埋藏着 就等人点着灯 放在斗底下来 不让这能力发挥出来 那你就是说 放在斗底下和地印子里头 点着灯放在里面 他得发挥出他的作用 是不是 神要叫所有的弟兄姊妹 心里这个宝贝 在你里边积存多了 都要发挥出他的能力 所以才在这上面操练你的信心 因为上帝用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 这功夫都是借着信心做成的 他会用大量成就能力 先为了良善 最后你就跟耶稣基督一样 跟彼得传道徒一样 碰到你的 照着你的影子就好了 衣服办法碰到那个衣服就好了 那是不是能力啊 那能力不是从人来的 那是从谁来的 就是你里面那道产生的莫大的能力 听不听明白 这样的能力在每个基督徒 你就记住 你只要承认我是 我是承认主名 并且我是基督徒 是堂堂正正的基督徒的 上帝要把能力放在你里面 发挥出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如今往这上堂 发挥出来才能上堂 不发挥出来这个能力 你往哪上堂 你往下滑吧 你不是上堂 为什么有的人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信心就掉下去了 信心一掉下去 他没有能力了 没有能力这条路走不下去了 改刀 是不是改刀了 改刀的人怎么改的 变迁不定的 是不是改刀了 为什么有许多人会改 这个道不动听 再去听听别的 再去听听那个 这个人一辈子 上帝不会使用这样的 你要知道 我们今天存在的价值 就在于上帝要使用我们 听没听明白 神为什么招呼我们 就是要使用我们 教我们宣扬呢 招呼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之的美德 我们不都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不是光言语就完事了 必须在你身上发挥 莫大的能力 好不好 测度不到的能力 在你身上发挥出来 最后呢 使人才能归正 使人才能真正的认识 最为耶稣 神在他们中间 他们身上有能力 听没听明白 不光讲 而是要有能力 所以能力从哪个地方开始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是不是 交动我 朝我 不住交动力 不让你在安逸的环境下 这能力才能发挥 就在你的旷野中间 把你带到旷野中间 好不好 把你背到旷野中间 好 咱们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